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朋友Jack中医师 大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 很多人平时都将大蒜 当成调味品来吃 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大蒜辛辣刺激的味道 但是大蒜 到底是好还是坏 有人看法不一 如果你上网去查 更是众说纷纭 让人一头雾水 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来帮助你解决这个困扰 你到底能不能吃大蒜 点赞再看传递健康 有第1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我的健康养生频道 和其他的频道 最大的不同是 我所分享的很多健康养生的保健方法与知识 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有效 我才分享给您 欢迎大家点个爱心关注 这样呢 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大家的共识是 大蒜 可以 杀菌 消毒 但它的好处 语言 不止这些 首先 常吃大蒜 能够更好的清洁血管 血管通畅 血液循环 更加 顺利 特别是对于 中老年人 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断的老化 常吃大蒜 可以帮助你 保护好血管 促进 健康 其次 大蒜中含有丰富的 营养物质 尤其是维生素C 维生素E 维生素的抗氧化性较强 可以帮助清除皮肤中不好的物质 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使人更显年轻 大家不要忘了 大蒜可是防癌的好帮手 大蒜可以阻断 致癌物质 亚硝酸胺的 合成 克制癌细胞的 生长 大蒜内含有 丰富的 吸元素 对于多种癌症 如口腔癌 胃癌 食道癌 等 都有预防的作用 说了以上 吃大蒜的好处 那是不是 大蒜吃的越多 就越好呢 其实 不是 临床观察发现 如果过量食用大蒜 会影响 人的视力 因此 患有 眼病的人 吃大蒜要慎重 另外 大蒜 会使 胃酸的 分泌增多 刺激胃肠道 因此 有慢性胃病的人 不宜 吃大蒜 如果有肝病的人 也要避免吃大蒜 因为 他可以使 病人的 症状 加重 简单来说 大蒜 虽好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 很多人想吃大蒜 却怕大蒜辛辣的味道 最简单的方法 是把大蒜 放入 微波炉中 打20秒左右 再吃他 大蒜的辛辣 刺激味道 就少很多了 如果你的 血液粘稠度高 可以用 醋泡大蒜的方法 来帮助 降低 血液的粘稠度 还要补充一点是 吃大蒜的 小技巧 把大蒜 拍碎 或者 切成小片 放置10分钟左右 再吃 让大蒜 与 空气 充分的氧化 这样的 效果会更加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我们 在健康路上 不迷路